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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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阿東 身旁這位是車主阿松 當我們在選購歐洲車的時候 不外乎就是兩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車體的安全性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安全配備比較充足 但是今天呢我們的車主阿松 遇到了一個狀況 他當下告訴我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也嚇到了 我是Comic 1.5 2023年式的 這麼新喔 對啊 才七個月然後就被撞了 是你撞人家還是你被撞 是我撞人家 但是他切出來 左公餅乾是這邊的 左公餅乾對焦欸 對焦欸 好好也對焦 大概經過就是內線是塞車的 我是中線順暢 有一台BMW 然後他就是突然打方向燈就切出來了 但是殺不住所以撞上去了 對方的氣囊是幾乎全爆 那我的氣囊是沒有爆 然後人稍微有一點頸部受傷 然後腦震盪這樣 幫各位觀眾釐清一下 你當下是開著ACC嗎 不是 當下我自己開 是不是因為內線塞車覺得開一些戲會怕怕的 對 當下我就應該關注到那個已經開始塞車了 所以就自己開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你撞成這樣的時候 你的安全氣囊沒有爆 然後我們在看他的車損照片的時候發現 也撞得滿深的耶 對啊滿可怕的 一般來說氣囊沒有爆還有一個可能就是 你的安全帶有沒有戲 有當下是有戲 這個如果沒戲的話 行政紀錄器一定會聽到那個警示音 對啊 發生事故的過程中 你的人有沒有去撞到像方向盤啊 還是哪個部位這樣子 其實是沒有撞到的 因為我是有點往右前方 所以沒有直接往前方撞到方向盤 是是是 所以就是單純就是脖子這樣甩了一下 對 就這樣甩了一下 安全帶呢 安全帶應該是沒有塑緊 是是 所以他的安全帶沒有作用 當下其實我不確定有沒有作用 後來回原廠之後 紀實有解釋 他有去插電腦 他是跟我說有沒有塑緊 他插電腦能看得出來 是喔 他說沒有塑緊 所以他說當下的撞擊狀態 電腦就是判定 不需要做塑緊 甚至不需要爆氣囊 不要這樣 對 那關於這個氣囊沒有爆喔 會不會跟撞擊點有關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後來看你的車大概撞到哪邊 我覺得當時撞擊的位置大概是偏這個地方 從這個角這樣進去 我們在NCAP的影片看到啊 它即便是偏撞也都會爆氣囊 但是它是從這個位置下去的 對 會不會覺得 其實那個NCAP跟車廠是不是應該也有溝通好 有沒有 從有撞震的地方進去這樣 這個不好說 哈哈哈哈 你有詢問原廠說 這台車車頭的那個氣囊的感應器 是放在哪邊嗎 有啊 當下我就很懷疑 為什麼這裡不會爆氣囊 是 所以他後來有跟我說明說 這個是在鳥錶底下 有一個感應器 所以這一區去頂下去的話 不一定會爆了 對不一定 就是會看它那個距離當時的感測這樣 撞針以外的部位 就是靠距離的感應器 去判定說有沒有引爆的需要 你在維修廠那邊看到的時候 你的車子車頭到底撞到多深 我自己看到大概是這一塊 然後往內潰縮到大概這個部分 那其實車輪這裡 內龜板這裡大概都是毀掉了 所以這一塊也折到了 好像是有折到 我要再確認一下 是 那你的變速箱引擎有受損嗎 他們現在在拆開 在做確認 覺得沒有 他們覺得沒有 那錢大樑呢 大樑 他們現在看也是覺得沒有 但他們說都是要拆開之後才能確認 可以確定就是錢包杆種成 引擎蓋 葉子板 然後左前輪 然後這個內龜 上下腿漿支架是一定都受損的 所以撞到這麼深也沒有爆 對 它就是電腦感應沒有達到條件 那其實在經歷過這個事件 我們當下初步聯絡的時候 我有感覺到 其實你對這台車有不信任的感覺 對 確實 撞完之後是有一點提出一些疑慮 因為對方的車側連都已經幾乎全爆 那我的氣囊是沒有爆 但我們必須得說 你應該有感受到這台車滿堅固的 對啊 確實 因為我們用最軟的地方 去撞人家最硬的地方 對 確實沒錯 你不要看那個 我車頭嚴重程度的話 其實你看車內跟屁股 還以為是行車 但是這個氣囊沒爆開 原廠給你一個說詞 感應器嘛 就是五個地方 前面鳥彪四個門 那鳥彪的地方 因為沒有直接撞到 所以它爆的機率比較小 那我撞在旁邊 那加上我的 它就會判斷說 我們達到那個條件 拘力啊 然後減速率啊 當下的撞擊力等等 那它判斷是不需要爆氣囊的 這個部分 我在網路上也有搜尋蠻多文章 你撞擊的第一下 如果車子的判定是 沒有到很危險的時候 它是不會爆的 主要是為了避免 當你的車子彈到其他車道 或者是遭遇更大的危險的時候 才有辦法提供 真正需要的安全保護 對 但是這 說真的啦 兩次都這樣講 遇到的時候還是會摸摸 對啊 然後原廠 它有出來負責任 然後說清楚 那 基本上我也是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安全氣囊引爆的條件 這個要件 要怎麼去判定 原廠有跟你交代嗎 因為它裡面的那些軟體 控制的那些公式 引爆的條件到底是什麼 其實只有捷克原廠那邊才會知道 所以他也不知道就對了 不知道 台灣不知道 所以捷克才知道 所以 你算是幫他們做了一個參數 對啊 對啊 那如果要送原廠的 那你這台車不就不能修 對 這台車就必須要先放著 然後把裡面的電腦資料 然後送給捷克 當捷克說這些資料都沒問題了 他可以做分析了 那 我才能開修 那就明年之後 對啊 那維修的部分 目前初步大概要多少錢 目前初步是給47萬 那 接下來還在做追加 還沒出來 主要是 大梁有沒有需要動到 然後再來是引擎變速箱 有沒有傷到 對 你保險保得夠嗎 夠啦 還好 記得大家記得要保險 你會不會覺得說 如果他全損的話 比較乾脆一點 對啊 我都覺得我新車騎個月轉這樣 是不是應該要全損啊 對 好 那這個再來也是一個 比較敏感的話題 然後 因為大家 畢竟啦 大家都不希望 自己開的是一台事故車 那你經過這個事件之後 你會不會想要 修好之後把它賣掉 目前是有這個考慮 不過還是要做一些 後續的評估啦 就是說 賣掉之後 我要買同樣的車 或是說我要升級 那我大概還要再多花多少錢 這部分呢 跟事故 折舊有關啦 那我大概先出估啦 在大梁 沒有動到的情況下 初步估算 你到時候賣的時候 要差20% 對 但是 我現在沒辦法給答案是因為 我們不確定幾個月後 原廠修出來的是 有沒有動到大梁 怎麼動 假設它的大梁 涉及到切割 效陣 那可能就是25% 30%起跳 保險應該只有賠你 那個 維修的部分 對啊 車損 折舊你要自己吞 對啊 因為這部分可能 還要看你到時候 照折的出判表出來 照折的比例 對方不一定會賠你賠到這部分 對 而且你可能還要扛對方的 對啊 扛對方的那個車損 對 你的第三責任有保超額嗎 有啊有 有啦齁 保險真的很重要 對 真的要 這個錢真的不能捨 即便我的車即將賣入第四年 我還是把它保到滿 這個地方呢 那我額外的想要講一下喔 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啊你車子撞到了 出來拍節目 難道不怕日後賣不掉嗎 其實我必須這樣講 像這種狀況 你反而不敢自受 你還是會希望 看有沒有車商願意幫你處理 把它處理掉 對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其實都很透明 對 任何的受損 任何的傷其實都是掩蓋不住 對 不要騙好不好 因為你騙人日後糾紛 日後的麻煩 反而更大 那你下一台車還要繼續買Skodan嗎 可以啊 我相信對它是很新的 而且它其實安全性CP值還是非常的高 你後面有壓力嗎 我後面 應該是沒有啊 車子雖然很堅固 但是要起到保護作用的安全氣囊 卻不一定會爆 你的脖子受損也不完全是因為氣囊的原因 因為氣囊其實就是一個輔助的安全系統 它主要是讓你不要去撞到一面而來的東西 對 那有沒有想要換其他筆牌 Porsche吧 沒有啦 你可以的啦 你可以的啦 你可能喔 說實在的應該 福斯吧 有可能會考慮提光 所以你對VAG就是有信心就對了 有信心 好啦那就忍一下直接升寶石結就好了 對啊 不會這樣覺得啦 回去跟太太討論一下 你是不是偶包 還是因為怕畫面太聳動 所以把護體拿掉 沒錯 這個 怕嚇到大家 還是會不舒服對不對 是會不舒服啊 啊你這個醫院目前判定大概要多久 你說復原嗎 其實現在還在檢查 什麼 還有 然後裡面要做一些核實控證啊 什麼 還在檢查中 所以現在才過兩個 你看我們剛剛做的主影片 把這段放進去 是不是很恐怖 哈哈哈哈 這個不能放 既然呢遇到了這個案例呢 當然要來請我們最專業的 中華民國事故車 健進健駕協會的主委 叫副委 好 別講就是喔 哈哈 剛剛你看完了影片啊 對 依照你們的經驗啊 這個霸凌不是林造者而已啊 當然 他還會講說 因為我打荒槍的 然後你是在阿扒車嘛 所以說 你的造者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會在五五啊 假設雙方都做事故折舊鑑定的話 那就很好玩 那就很好玩喔 日後會有機會呢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都叫來都叫來 假設 他的大量 沒有折損 就單純就引擎蓋 錢包總承 上下水箱支架 內規 潛工智梁 也可能會有損傷 這一點是大家看不到的 對 因為他引擎蓋也沒有掀開 所以我們也看不到 他的內損到什麼程度 Gamway 確實是一定有折到啦 因為他這個繳進去 一定會有折到 但就是 拆開之後才看得到 他的歸前板 是不是有幾家 假設以現在初步 原廠說 爆修大概47萬 初步的事故折舊 要抓幾% 至少啦 至少我覺得應該 會將近20% 在氣囊沒有爆的情況下 假設他的大量需要做 效證整修 那我們大概要抓到多少 那至少一定是2% 那如果氣囊有爆的情況下 那前氣囊爆的話 你的儀表板一定要做彩線 那延長全部都有記錄 那如果你測氣連爆 你的那個測定板 示板那個一定都 全部都要做更換 延長一樣會有記錄 所以假設有爆的情況下 我們就抓25-30 對 各位觀眾 我們這邊呢就請到 墨益事務所的 許律師跟我們解釋一下 是 許律師 請說 一般大家都會覺得 我陪你維修費 是合理的 但是呢 就會有保險員 或者是 新車業務跟你說 你要拗人家事故折 就是硬拗了 與法無拒 我們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出在於說 只有賠這個維修費用 還有材料費用 被害的車主 他可以拿到賠償 相當相當低 所以最近才會 開始有這個消費者 意識到 除了維修費用之外 我還可不可以請求 其他的賠償 其實法律 早就規定在那邊了 就叫做 車價減損 原來是早就 與法有據 是的 也就是所謂的 交易價值貶損 這個造勢者 他對於車價減損 也就是交易價值貶損 依照 民法第196條的規定 還有最高法院 是最高法院 92年度 台上次第2746號 還有93年度 台上次第381號判決 民事判決 都認為造勢者 對於車價減損 應該要負賠償責任 造勢者的保險公司不賠 拒絕理賠這個車價減損 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 依照保險法第90條的規定 還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就是金管會 頒定的汽車保險定型化契約範本 不但規定保險公司 對於造勢者造成他人的車價減損 要理賠 而且還有一點最重要的 當我們大家對保險契約解釋 有問題的時候怎麼辦 還有一條叫做解釋的時候 有疑問的時候 必須做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 剛才所提到的這些 都是在我們保險法 以及金管會的這個 定型化契約範本 明明白白的規定 在這邊跟大家宣導 保險公司拒絕理賠 可能是蠻有問題 專業沒有被凸顯出來 或者說是法律規定 或者說法院的看法 沒有被呈現出來的時候 那可能我們消費者 也不知道去爭取 所以這個 交給專業的來 還有一個重點 最後一個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保險公司 不可以推給被保險人 對不對 因為有一些保險公司 不然你去找車主陪 是 學起來 沒錯 這一點 那個東哥講得非常正確 車價減損的金額如可認定 可以參考 我們民事法院 也有認同 也有採認的這個 中華民國事故車鑑定鑑駕協會 它所做的這個鑑定報告 非常有參考價值 所以我們協會做的報告 在民事法題上是有被認可的 是